今天的話是第八次上課 那第七次上課的話 主要是講那個關 就是大概幾個重點 包含就是利用那個什麼 TrackGP幫我們寫一些程式 那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應該還蠻不錯的 目前用起來 感覺產生了程式 雖然程式有些地方 寫得比較 冗長一點 然後 語法可能跟我寫的習慣不一樣 但你可以改啦 沒關係 然後 比如說他宣告你不要 你可以把它拿掉 這不影響 所以基本上以前要寫一個程式 蠻難的 但是因為TrackGP 似乎把 這個 困難點幫你把它解決了 那只是因為他剛推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有進步空間 那寫出來的VSBPA程式 其實還可以再精簡 那如何精簡 那我有稍微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所以以後 我是建議 可以多去了解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TrackGPT是它這個深層式AI 那AI其實 即將在你生活裡面不斷的反覆出現 這影響其實會很長遠的 就像說電腦出現 你變成所有東西都電腦化了 然後網路出現所有東西都聯網了 有沒有 好像你也不得不啦 因為現在沒有人不用電腦作業的 有沒有 還傳統作業 不可能吧 也沒有人不用網路吧 OK 也沒有人不用智慧已經裝置吧 像那個手機平板 甚至是現在手錶都 Apple Watch其實也有沒有 而且Apple Watch除了還可以監控你的身體 以後還甚至還會監控你的血壓 甚至血脂以後可能會加進來 血糖 哇那等於是有沒有 如果假如說你有這些功能的話 那等於就是說呢 你自己就可以是自己是 用這個來監控當醫生了嘛 你可以去分析相關的數字 然後如果你要穩定的話 那你也至少有一個依據 好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上個禮拜我們還有講到有關那個 用那個兩個函數 比如說他找出前後三名的 加總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用了兩個 可能比較 或許叫喊用 也不能叫喊用啦 叫高階的一個函數 一個叫Lodge 一個叫Small 那這兩個函數跟 Max跟Mini最大不一樣 他是可以找出第幾個的 所以以後那個第幾個 第一個的話其實就最大 那最後一個就是最小 那但是你要給他的資料 就是需要給他一個範圍 跟第幾個 他就會幫你把那個範圍裡面 地幾大或者是地幾小 total加起來 那就是答案的 OK 那當然呢 同樣的方式 如果用函數來做 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改成VBA層次的話 那當然呢 如果以前你要寫 可能太 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然後我上禮拜有演示一下 就是我在那個ChartGVD上面問了一下 然後還真的可以把它寫出來 又寫出來 城市跟我想的其實也差距不大 所以這個上個禮拜都有 或雲端白板上面都有 你們可以再參考一下 那今天的話我想 請各位先再看一下那個 另外還有一題 其實這一題蠻類似的 本來想說給各位做練習 不然就順便講一下 這個叫第十一 宜蘭跟 苗栗和宜蘭的總人數 打開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範例 基本上它 主要是這樣 條件在哪裡 條件在這裡 然後呢 要加的數量在這裡 OK 然後把這個給加在這個地方 那苗栗和宜蘭的話 你會發現當然 它剛好是在那個地區的前兩個字 然後你要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喔 如果以那個 當然你可以分兩個啦 一個先加苗栗嘛 以苗栗加完之後再加宜蘭 兩個加在一起 結果一樣 那如果說呢 算數量是用conif 那如果算 總共加總的話 因為我要必須要加 條件在這邊 然後加總在這邊的話 那當然喔 我們可以先做苗栗嘛 那這邊還是一樣 會遇到一個所謂的萬用資源 就是開頭是什麼 不管開頭是什麼 所以在苗栗的後面 要加上信號 如果沒有加信號的話 它會只找 那個儲存格 只有苗栗兩個 所以其實裡面找不到 所以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喔 那利用 欸 最近使用過的 這個跳上個禮拜用過 sumifu 那這兩個一組嘛 range跟criter一樣 所以是要找這個範圍 所以把這個範圍選給它 然後呢 條件的話呢 就是 苗栗兩個字 所以你把苗栗兩個字打上去 然後呢 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後信號就可以了 苗 苗栗 OK 然後一個信號 那這樣的話就是苗栗什麼 那當然啦 以前的版本 通常會加等號啦 但是好像新的版本 現在好像不用加也可以 兩個方法都可以 不加好像跟加 結果是一樣的 那我個人習慣是會加啦 等於苗栗 所以開頭的 然後呢 最後幫我把它加起來 加的話就是加職工人數 所以你就把這邊加一個 有沒有 那它是30 所以你可以驗證一下嘛 這一個 加這一個 再加這一個 所以加在一起的話 應該30沒錯啦 11加上19 好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就是苗栗 那宜蘭的話其實蠻簡單的 應該不用改什麼吧 把那個公式有沒有 複製中間加一個加號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按確定 然後這邊再一個加號 然後把這個公式呢 Copy貼過去嘛 然後就是把苗栗改成宜蘭 這樣子就OK了 所以其實還蠻容易的 宜蘭 那當然啦 這個函數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大概相對簡單 比較難的應該是 可能再複製一個 把它改成VBA 這個應該就比較難 VBA怎麼寫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不要用這個公式 我希望呢 他就直接怎麼樣 可以撰寫 我現在要撰寫一個VBA程式 然後他可以怎麼樣 幫我去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我只要告訴他範圍 他就幫我把那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開頭是苗栗或者是宜蘭的那個程式 那應該是條件在這邊 加總在這邊 那這個地方的話要怎麼做 當然一樣按右鍵 新增一個模組 然後寫一個sub sub也許 如果你假設想不到名字 有時候比較偷懶 我剛才就用這個當名稱好了 名稱的話也就是一個sub 空一格 然後這個名稱嘛 然後enter一下 他刮斧自己加 enter一下 他就會多一個後刮斧跟entersub 那你程式就把這邊寫一下 有幾個方法 現在怎麼寫 以前我不會寫 你看有沒有 上禮拜有寫過類似的 所以你要不就參考上個禮拜的 要不就是問一下Charge BT 有沒有 你說好像我們上禮拜有做過 我覺得他還蠻聰明的 你可以描述一下 就是請幫我寫一個 這個VBA程式 那需要跟大家講 我的這個地區 A欄是地區 A欄 請你在A欄裡面 幫我找苗栗開頭 或宜蘭開頭的資料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就幫我把B欄裡面的人數加總在一起 然後並且輸出到 第二儲存格 OK enter 那其實他應該就會幫你寫 寫一個程式出來了 不過最好如果你會寫 當然是最好啦 不過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把那個 三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再複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